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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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約不到女生陪我 快上愛騙我陪你 前來網紅團體反骨男孩代言 台灣交友軟體十組 當年以網站愛情公寓起家 超級火紅 在2013年上櫃股票飆到193元 但好景不長 沒跟上電腦轉手機 又遇到國外交友軟體APP 大肆進攻 股票跌到只剩17元 那時候大局進攻台灣 他請蔡依林當代言人 然後行銷費用非常的大 然後一開始他們又沒有收費 是free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上櫃之後2014年 對於我們整個營收跟營運的衝擊 是蠻大的 銀漢不對團隊開始轉型 先是陸續推出三款交友APP 還雜錢發展直播事業 但研發階段連續虧損33個月 共賠了1.6億元 忍住股東壓力團隊持續開發 直到2018年跟上直播潮流 開始獲利 將事業群擴展到10個國家 擁有加入軟體加上直播 一條龍的服務 吸引超過900萬會員加入 2018年大賺8.29億元 其中一半就是來自直播 EPS來到13.48元 創下歷史新高 22號股價更飆到230元 過去這幾年他又開始轉型 轉型到做這個像是這種直播的平台 那直播平台的結果呢 因為現在正好趕上熱潮 光臺灣加油軟體商機 就高達上億台幣 軟體百花齊放 古奈主打睡前7分鐘 跟陌生人用語音聊天 聽得用照片皇帝選票翻牌 Paris標榜輸入興趣 用AI推薦對的人 寂寞商機龐大 不能只靠單純的匿名聊天 創造特色才能出奇之勝 三選許紅超方向台北報導